因为他们加入了那个组织 那我们知道他们是来自哪里 我们知道它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棉制品 全部是使用有机棉 那这是都得过 都是得到认证 而且这样的组织会去规范他们 他们加入那个组织 就要去寻求这样的自然农法的栽种 那我请教你可不可以随便举一两个东西 是说这个东西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人生产的 然后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对它会有什么关注 比如说像挂在后面那件刺绣的衣服 绿色的 上面那个橘色部分全部是手工的刺绣 那完完全全就是由孟加拉的 孟加拉 可能从20岁左右的妇女 到40、50岁的妇女 他们是没有怎么样工作机会 他们手工所刺绣出来的 那这样的妇女 其实他们 你不要看他们这样做一件衣服 他们大概一个月 大概只要做四、五件这样的衣服 他的小孩就可以上学 年轻的女孩就可以为自己春点嫁妆 对他们来讲 尤其是对三、四十岁的妇女 他们急需的需要工作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小孩子要上学 他们可能编织一件 四件毛衣左右 小孩子就可以上学 年轻女生也是这样 他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点的收入 对他们来讲就非常的足够 你是说像那样子的衣服只要卖四件 四、五件 就可以让一个小孩子上学 对让他的一个小孩上学 那我请教你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很贵 贵到一般人买不起 刺绣的东西是在我们的衣服里面 它会最好供的 它比手支的东西更好供 它那样子一片的刺绣 可能至少要绣两个礼拜 要绣十四天 对 那你能够有多少的产能呢 那你要卖消费者多少钱 那一件我们是卖2980 三千块 其实不能说很贵 对因为它是手工刺绣 在台湾你找到自己的人去刺绣 我觉得那一件会超过五千块 那孙老师我就要请教你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台湾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 都是自由主义 都是市场派的 就是说你要回归市场 让它自由的贸易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歧视 然后那一种障碍 就都可以克服 可是我们在走这种自由市场 走了大概这样子一两百年之后 怎么这些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 因为各国国际跟国际之间的贸易 不但没有使得劳工的状况变好 反而是它一天赚不到0.5美金 到底我们的自由市场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自由经济 它会就是说自由贸易 会对双方都有利 其实有条件 其中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 那个生产因素可以自由移动 包括人都可以自由移动 那这个你做不到的话 事实上你这个助于贸易 是造成那个贫穷的更贫穷 然后富的更富 就是你一个国家里面的地义也是一样 这个瑞典有一位经济学家叫麦大尔 拿到诺贝尔奖的 他就做过那个北欧 就是说这个瑞典 自由贸易产生地区之间的所得差距越来越大 南意大利跟北意大利也是一样 所以中间你一定要有一个政府去介入 去做这个调整 你国际间里面有这个东西 所以刚刚刚在讲 这个像咖啡的这个香蕉也是一样 这所谓自由贸易 事实上都是由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多国籍公司 夸国籍公司是垄断 所以我这里有几 垄断这个贸易以后是借什么呢 这个借这个国际自由市场原理的那个理论之下 独占厂商就一种暴力剥削 那这个以这开发的名义 那事实上是对这个开发中国家的劳工农民 进行一种所谓的剥削的一种行为 那我们这个公平交易 可以讲就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抗拒 一种抗拒 这个一开始是从1960年代 从荷兰开始 本来也只是为了那个对农民工人做人道资源 那现在30年来已经演变成 保障开发中国家农民工人的经济人权 保障环保 同时也要想要实现 所谓地球的永续经营 所以他目标越来越提升 那我这里有几个例 可以来说明这件事 这个英国在2003年 他就直接到去买 直接跟那个小农 咖啡的小农去契约跟他买 一般咖啡是买 我跟他换算台币 42.8块 那当时的那国际厂商在跟他买买多少 买22块 中间差一倍 差一倍多 那另外 这个意大利的消费合作社在1998年 像那个巴基斯坦的西亚瑞卡的那个地方 买这个足球 那足球是由手工去做的 它是占全世界的那个足球 市占率占80%左右 很大的 结果这个厂商去跟他买的话 一棵是247块 这个 透过这个公平教育呢 他一棵跟他买2640块 十倍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这个足球的工人 足球的工人里面 有25%是同工 这同工 刚刚你在讲印度 他这里一天 做完一天的这个工 才拿到台币17块 美金0.5毛钱 不到 那这个低工资 你没有办法 父母在打工也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小孩就要加入这个劳动 结果 这个 这个 意大利的消费合作社 就跟他买了 一共跟他买了3万个 同时 跟那个联合国的UNESCO合作 就在那边 设立一个学校 让小同工要请能念书 那为了让他们念书 就是 他们就 依照他们的生活费 大概夫妻两个人 一个家庭要 7000个8币 那换算成那个球的价格 跟他买 那这样的话 小孩子才能够 摆脱那个劳动 不是 孙老师 你谈到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现在放纵 大家都不去管它的话 现在所谓的自由市场 导致的结果是 因为国家跟国家 所谓的大量的贸易 跨国企业呢 他就说好 我尽量要压低成本 压低成本之后呢 因为这些父母们 赚不够吃 自己都活不下去 所以逼得 他的小孩子 一定要出来当同工 然后呢 再接下来 就是说 他要花很多钱 甚至自己的钱都不够 还要去贷款 来去买农药 结果呢 这个大量使用农药 对环境造成 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 然后再加上 很多人中毒身亡 可是我们提出来 这样子所谓的 公平贸易交易制度呢 刚刚孙老师也讲 我忘记是 意大利还是法国 他用十倍的价钱 去买足球 他说 哦 东西要贵到十倍 到底消费者 能不能接受 是不是公平贸易 真的就是要贵 很多很多 是不是我们要付出的 所谓的道德的代价 真的是这么昂贵 还有说 我们买了公平贸易的 这些商品之后 对于刚刚我们描述的 不管是同工的问题 或者是这种 中低收入 最底层 弱势劳工 农民的问题 到底有什么帮助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 精彩的讨论